原住民升学到底要不要加分或加多少分每每成为话题 让不少族人求学阶段经常背负加分舆论压力 不过就有学者指出以整体社会角度来看 加分制度实施多年培育不少原住民族人才 同时也大幅缩减原汉落差显示加分制度正向影响 但族人认为要落实原住民族教育 必须打破汉族文化霸权现行教育体制 重新量身打造专属原住民族教育体系 这样一来加分制度就能完全取消 要取消升学优惠制度 它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取消所有升学的考试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重新从原住民的角度 考量原住民的教育体系的建构 也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等教育 建立一贯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的时候 这样原住民就跟自己竞争 也不用跟一般学生竞争 也就没有所谓的加分制度 可能这个加分过去是对我们的一个补偿 但是政府的好意却被过度的解释 那没关系那我们至少我们去建立这个系统 一系列的从国小国中这样子 从小到大这样子都有把我们的教育文化 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自己组的文化 带进我们的教育 其实对我们的后代 对像是我自己我自己也很希望 很希望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 近年来开始新奇原住民族实验小学 以族群特色的原住民族本位教材 带领学童接触所有知识 但要打造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 一系列原住民族教育体系 原住民老师认为首先必须克服的 正是如何培育兼具教学专业 以及原住民族文化内涵的师资 现在可能就是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师资的不足 那其实原住民虽然有很多的原住民级的老师 可是这些老师是不是有充分的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内涵 其实是无从可考啊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培养师资的时候 可以让这些未来要做原住民教育的老师 可以先修原住民教育学程 可能会是可以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 培育老师的一个工作 国民政府常年来对原住民族社会 实施现代化政策 造成原住民族人为了追求更好生活 舍弃文化传承重要机会 演变到现在造成年轻世代 足以能力大不如前 却必须承受享受加分优惠的文明化标签 学者无奈的说原住民教育体系 还没有建构完成之前 加分制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记者 台北市新北市泰山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